要带这个东西 猎人的护肤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呢 会觉得螳螂是个战士 那么战士打野就会要带 这个东西 其实错了 螳螂要带猎人护肤 为什么要带猎人护肤呢 因为猎人的护肤 他的技能 也会造成回复 和灼烧 螳螂在前期打野怪的话 利用这个技能 造成的回复效果 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们要出这个 这波有点伤 没人帮我打 但是没关系 他想偷 没偷到 但是我用一个细节 就不会那么伤 我拉他一手 你看血回得很快 然后我再往这边跑一手 再过来 拉一手 你看这个回合 又会很快 这个战士好像在我野局 差的事 你看就没那么伤 我一瓶要没吃 行 我看到盲生了 他在我的 他是红开 他有医学吗 可以 他拿了一个头 所以他这个 刷野效率也太快了 我这波蓝buff 肯定是不敢动 我们先把核线拉 我这一波判断 他大概率是在打我的蓝 但是他也有可能回到他的蓝 对吧 所以 我不敢 确定他在什么位置的时候 我在拿这个蓝的时候呢 要小心 我会过来 但是我不能直接打 我们要做工作 就在这里插个视野 这样的话就会稳很多 因为我在前期单挑的话 还是打不过盲生的 盲生的单挑能力很强 除非我草虫鹰 不然是打不过的 好 那么他到现在都没有过来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偷我的蓝 而且我要给中路一个信号 因为接下来你要想一个问题 他会不会顺带抓一波钟 对吧 那这个中路不以为然 我就没办法了 你看 这就是细节了 这我给他信号他不听 你像这波打RV啊 你也是输 你肯定打不过的 对吧 但是盲生他一个人追 我们就可以搞一搞了 好 上当了 你看 细节很到位 你看 这所有的剧本呢 都是在我们的 是吧 计算之中的 就知道你 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演变成什么 然后你再做出一些 策略 和打法杖的针对 进化W 先不要着急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先看我当 现在这个情况 的一些东西 等后面再跟你讲 好 就短短的 短短的四分三十秒 我给我的观众 已经带来一波 好几波非常震撼的教学了 那为什么你只有一个组织在 你看 你为什么 跟你讲了这么多 你的理解 还是这么的 你怎么能用人头来去衡量 我的教学质量和内容呢 是不是 所以你有这种惯性 你就会经常用人头来判断你打得好不好 有些时候你觉得你杀了很多 你就很强 实际上你很老 你还不知道 有些时候你看一个主播去打 你觉得他杀了很多 他就很帅很强 那有些时候你看一个主播他死了很多 你觉得他很差 并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理解问题了 你要学到东西 不要去看他怎么杀人的 你要看他怎么去制造杀人的条件的 听懂这句话了吗 听懂 是不是很深 是不是很深 有一点 你要去学技术 你同样也不要去学我怎么杀人 你要学我是怎么制造这个机会的 和很多细节的 明白吧 明白 到最后人是不是你杀的 不重要 有没有杀掉 不重要 是这个机会制造出来的机会是否合理 明白了吗 明白 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 OK 智慧 智慧 没有智慧很难理解 感谢鬼死东的第一个粉丝送上的飞机 可以 第一个粉丝 是我的第一个粉丝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种你就谢谢就行了吗 不行的 来我请你吃红皮鸭子 这个东西是空话 空话 对空话 你看别人改了个名字 送了个飞机 告诉你 对吧 这种心意 怎么说 你现在应该怎么说 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能靠嘴巴来说 不能靠嘴巴 行动 行动也可以 但我并没有感受到 给你磕磕头 行 这个呢 有点过 有点过了 但是一种形式 我相信 对方也会感受到 二眼会感受到 四伯爷 那肯定是跑不掉了 那肯定是跑不掉了 无所谓 不重要 杀掉你 重要的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出现了 重要的是你出现了之后 你的技能释放是否 有 这个人我可讨厌 定住他 好事 这种人 为什么自己有眼 他不打 打你的 那肯定啊 作为一个打野 肯定要入侵 但你的入侵 是否合理吗 那很明显 他的入侵 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个 厉害的打野 是吧 你要想的不是 保住自己的野怪 这还不够 你看 这很明显 就对于唐浪 没有个概念 看到没有 没有个概念 他不知道我的伤害 会这么高 知道吧 可以吃 一定吃掉 而且吃不了 因为接下来没有人会到我这里 想要来的话 最近的他也花15秒 我打龙只需要5秒 你会问我了 你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 对你这个数字怎么得出来的 这就是真正的王者 我无法去跟你解释 我如果把这个视频 从上帝视角来跟你讲 我跟你讲 每个人的位置分布 和他们现在的情况 你就知道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吧 这个东西呢 战神可能你还设计不到 因为他过于 弦血 不是弦血 过于 难度过于大 暂时不用学 知道吧 先把基本功学打死 文扎文打 你有进化W 为什么不主W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么我在以往的直播过程当中 也给大家有详细的讲解过 就是首先第一 为什么要进化W 我先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 那么 进化Q 或者进化E 又或者进化大招 对吧 那么 选择最多的可能是Q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暴力 因为打人很痛 因为很舒服 因为能杀人 好 那么 螳螂Q技能 伤害虽然高 但是他的条件是什么 孤立无援 你在整场战斗过程当中 你在整场战斗过程当中 你学了Q之后 你能打多少次架 你这个架里面有多少次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小老板接电话 这把又赢了 优势太大 等一下 等会儿 我们来给大家 详细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 但是优势太大了 我没有办法去 把我前期 建立的这个 优势 来去给大家展示了 他死了 必死无疑 当你进化了Q之后 你在战斗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能够碰到多少把 有孤立的这么一个机会 十把里面 有五把 十把的话都已经打成什么样子了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十把里面 有孤立 好 那我再问你没有孤立 你是不是也能杀掉 答案是也能 对 伤害不会差的有多少 第三个是 他的W在进化完之后 带的这个缓速效果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这个缓速效果 有些时候 他可以演变为伤害 再一个就是他W是三角形的 那么在团战的时候 他的性价比就会更高 小规模的战斗 就会更高 对 我就刚才那一句话 你要听明白 就是他会演变成伤害 他甚至打出的伤害 要比你Q高几倍 这就是进化W的价值 那么你会说了 为什么你又不去主W呢 因为你Q还是要靠伤害打 他只是一个辅助 对 他只是一个辅助技能 你用他不是用来打输出 而是用他来演变输出 来制造更多的输出机会和空间 让你能够Q更多次 让你能够打更多次刷新和无形威胁 所以他的功能要比Q强很多 但是不代表就一定要进化W 螳螂甚至进化Q也可以打 进化E也可以打 进化大招也可以打 那么你要想的就是你在玩的这个段位和这个局 以及这个阵容 你更适合哪个 你的打法习惯的哪一种 因为Q有Q的打法 可能他容处力没那么高 但是他也有他的这种单点入侵和打法 对吧 只偷野怪 只打野局 其他的我可能避开 这也是一种打法 但是在路人局当中 谁更好上分呢 那一定是W了 这个是不是说你讲W 就是W 是通过很多次的路人的实践 得出来的经验和终结 进化W性价比要高于进化Q 明白了没 明白了 学会里面 学会了 讲的很详细 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行 怎么样还有什么堂囊要学的 十一级进化什么 十一级进化什么 这个问题问的就很老了 很老了 我觉得不老 因为十一级你Q和E 你选择哪一个我觉得都很老了 好 我告诉你啊 进化E Q不进化 Q不进化 因为进化E呢 它要中 到了十一级的时候 基本上到了中西了 那么你的收割 和你的长距离跳跃 它可能产生的作用更大了 但是 这里有个但是 这个但是是什么 比赛里面要进化Q 比赛的话 高端局要进化Q 不能进化E 为什么 因为 高端局还有比赛 他们会打军局 他们可能会打军局 是的 你不可能有什么 我跳 收 飞 没有什么意思说 你就是一波进去 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短距离跳跃 我杀了一个人就够了 那个团队就已经赢了 队友全部就一玩而上 他就能打出效果了 所以这时候多一个Q的这个输出 它更舒服 所以它是W和Q的进化 路人的话 这机会太多了 有各种各样的角度 让你飞 让你飞来飞去 蜻蜓点他一手水 对吧 比赛里面不可能的 高端局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是一波 打完就奠定胜势 因为不是靠你一个人的 你打足处处就是看你队友的 你杀了一个人基本上就赢了 因为你迅速减员了 胆子很大 这波 勾引的过多 可以杀 但队友没赶 这波我的展示比较大 撤的太晚了 但这把不重要了 已经赢了 不重要了 我们今天打的这么多局 每把优势都很大 所以 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示 难度不大 所以有些时候呢 像这种局大家可能学的比较少 搞定 31比10 我们把这个吃了 把这个吃了 推的就快了 不然太慢了 这把对面20应该会投 学我吹牛皮 其实啊 很多时候呢 大家可能分不清 我是真的 有技术 还是真的在吹牛皮 是吧 我这么跟你讲啊 平心而论 有些时候是 技术的展示 有些时候呢 是因为在直播嘛 娱乐娱乐 开玩笑 对吧 所以 到底是 真水平 还是 直播效果 这个大家呢 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因为我的这个表述还是比较明确的 不是技术的东西的话 我会 开玩笑 是技术的东西的话 我会比较认真 知道吧 来 开手 瑕谷 把他们搞定 他想杀我 但不太可能 这个大招 开的很有学问 不然的话 他就是一个 狂风 绝席斩 我觉得他 有点胆子大 敢点我 螳螂 但我现在 扣不死他 没有大招 算了 我们回家出个装备 出来再开这个架构 无虎舔王之王 你们是在说 鬼死东 其实我觉得吧 他有些时候 也是一个这个感 有些时候是 鱼了 有些时候 他是觉得 真东西 因为他自己也是 这个 大师 钻石 所以呢 他很多东西 能看出来的 你明白吧 直接秒杀 一百块 好像太少了 我们到这个地方 来放下 转移阵地 让他们察觉不到 这个二塔 应该没问题 先出来 小心他大踢我 你敢踢吗 这个就很帅气 这个让他 大招没放出来 我这波伞啊 让他猛龙白尾 没甩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伞的话 他直接把我踢死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这波伞 导致他鼠标 一下没跟上 本来 我是在这个 这个位置的 他是知道 这一脚踢过来 他鼠标放在这个地方 按个R 就把我踢死了 但是我瞬间拉开了 他鼠标要跟上我的时候呢 他会有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我就把他给杀掉了 因为我是有准备的 我是有意识的 因为我是知道我要闪的 所以一定是我先出Q 而不是他先出大招 这个闪现就起到了这么一个效果 让他操作难度更大 让他没有准备 所以他跟不上 输出跟不上 就导致 我先守 这个就是强行先守 如果说 我不这么做 那么我出Q和他出大招 谁先出手 对吧 这个问题你要想一想 好 搞定 我们可以回家了 再打一包钱 他Q到我闪现的位置了 是的呀 他是Q到我闪现的位置了呀 但是他接下来的技能释放 一定是大招踢我 你明白吧 所以他本来呢 你说他鼠标是在这里 对吧 我假设啊 这个防御塔是我 他一个天音波踢到我 他鼠标是在这里 对吧 然后他按个Q 人飞过来 然后呢 他就知道 我下一步我的鼠标 要移到你的身上 移到这个塔的位置 然后按R 但是突然一下 拉到这个位置 他鼠标 往上一拉 然后再点到R 上站啊 对吧 他来不及了 他多一个动作 他多一个动作 他就跟不上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就起到 这样一个效果的闪现 那么我是有准备的呀 因为我鼠标 是往这里拉的 我也知道 你会跟过来 所以我的鼠标呢 我马上就可以移到 你的身上 而且是小幅度的移 对吧 我就把你给 抠死了 这个呢 也很重要 当然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 就是 怎么讲呢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 微妙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是用不到的 对吧 你是用不到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局 可能说 踢到你 该怎么打 这样就把你杀掉 没有说 你让我多一个操作 我就杀不掉你 对吧 这种情况比较少 比较少 有人说 你这个在扯淡 所以说你看 你认为我在扯淡的时候呢 你好好想一想 刚才我一波 非常绝妙的操作 很多初学者玩家 不太明白 也不太理解 他认为这个东西 好像讲的 有点太玄了 不耐心 对 优势太大了 没有什么好展示 没什么好展示的 对 回放看虾子有没有大 这个不重要 好 感谢观看